郭艾伦错失最有价值学员 如今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扬名的用人或许是出现了大问题 C别联赛早已经结束了 而结束了半个月的时间 聊人的郭艾伦仍然是处在风口浪尖的话题人物 郭艾伦错失的最有价值学员 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说郭艾伦的商品问题太大 导致自己的进攻效率以及得分方面是大受影响 也有人说郭艾伦的状态不好 其实真正的原因也是遭到了曝光 而就是扬名的用人出现了大问题 球迷可以发现在季后赛以及总决赛上 郭艾伦的出场时间被大幅度的压缩 仅仅是因为郭艾伦的状态不好 扬名就没有给郭艾伦机会 直接换上了赵继伟 甚至是从明琛以及刘志轩 让郭艾伦刷分的机会都没有 差一点让莫兰德拿到了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因此扬名对于郭艾伦的出场时间 大幅度的压缩才导致郭艾伦 错失了最有价值球员 而最后郭艾伦的平均分数 与赵继伟根本就没有差多少 因此郭艾伦可能再多拿一个十几分 可能就拿到这个奖项了 只能说郭艾伦错失了MAP 与扬名压缩郭艾伦的出场时间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大家怎么办问题呢 请大家点击观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